未來我將秉持兩大原則 第一大原則是以人為本 第二個是智慧科技 落實三大承諾 第一大承諾就是 我將落實日全行政院所通過的 道路交通基本法 本則 道安 監理 還有交通 以及執法 四個面向 全面改善道路的交通安全 那第二個呢 我會承諾未來能夠結合在野黨 執政黨共同努力 同時中央跟地方攜手 實質積極的務實的改善 各縣市的交通路況 我們預計在明年年底之前 能夠對優先的600個路口 能夠進行改善 第三個呢 我承諾會支持我們今天活動的台灣行人的路權的宣言 預計在2030年將死亡能夠降低50% 到2040年的時候 結合社會各界的力量能夠達到零死亡這樣的目標 我希望我們大家共同努力 也希望社會我們大家共同站在一起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那現在請我們賴清德副總統為我們一起簽署我們的行人宣言 來 這邊 在賴副總統簽署台灣行人宣言的時候呢 待會我們會有一個跨黨派的大合照 也請我們經濟黨綠黨 小民參政歐巴桑林檬 台灣維新時代力量 台灣民眾黨 中國國民黨 台灣的兩位大合照名單呢 可以先到舞台邊來做集合 待會 台灣的交通安全面臨了非常史無前例的嚴峻挑戰 這樣一個嚴峻的挑戰 我們要痛定失透 不斷的徹底的檢討跟改進 最主要是希望讓我們下一代有更安全 更理想的一個優質的環境 我們今天特別給各位青年朋友做一個報告 在這樣一個環境底下 我們不斷地要從我們的交通法規都市計畫 交通安風城 重新的細做示威跟檢討 讓我們檢討裡面 今天特別是來回應 民間團體環路移民的五大事求 這五大事求我們一定要做到 因為現階段的人車不分 混淆了整個交通的空間 我們也要同時去檢討我們交通的耗字 標誌跟標線 這些已經不合時依的 我們都要落實的去把它改正好 在這個狀況底下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 我們必須要車讓人 強讓弱 這是天經地義的 這是天經地義的 我也同時在這裡給各位好朋友做一個說明 在交通人本房間的交通裡面 不是只有規範跟規矩 我們必須要讓我們更為國民的品德跟修養 在這品德修養底下 讓我們不要忘了 車下的車我們都是行人 我們都是行人 車下的車我們都是行人 行人好台灣會更好 最後在我們在這裡 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讓人品環境的交通 擺脫第一二名 讓第一的二名擺脫 還給下一代 找回行人的尊嚴更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 非常感謝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是否也跟我們一起簽署台灣行人宣言 謝謝 相信這是一個跨黨派的議題 這不是政治的議題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有一點 我們多一點尊重 多一點友善 多一點包容 因為每一位政黨 它其實是為了大家 所有在場的民眾所服務的 所以今天的環路於民大遊行 是屬於大家 也屬於每一個政黨的 如果大家待會有話想說 我們在遊行結束之後 會有一段時間 很充裕的讓大家來表達意見 各位關心行人道路安全的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這個大家在雨中辛苦了 在今年的5月8號 三歲的余小妹妹在斑馬縣 發生車禍死亡你知道 當然余爸爸很傷心的說到 他不曉得下一個受害者 會不會是我們最親的家人 我們最好的朋友 結果我講完以後你知道 好像在昨天 又有一個八十幾歲的老公公 一樣又在斑馬縣被公車撞死你知道 當然車禍還是會發生 只是我才在想說 台灣走到這裡 到底有沒有什麼需要再去改進的 那先看統計數字 日本的人口是台灣的五倍 可是日本在車禍死亡的人數比台灣還低 這表示說如果用每十萬人口來計算 你知道我們台灣的車禍死亡人數 應當是在日本的五倍以上 我看了一下數字 我們台灣大市每十萬人 在2021年是12.67 日本是2.1 所以算起來就是六倍 那當然面對問題你知道 當今政府也不可能不做事 只是說說他們的方法從來就是傻逼 他們先推動那個第13期道安方案 發了12億 結果後來發現 這個錢花下去以後 車禍死亡人數反而比執行之前還高 那接著又提出這個 道路安全 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花了309億 那當然最近被外媒批評說是行人低 又花了400億 不過我們看看 今年前五個月 一到五月 我們的車禍傷亡人數 比去年同期又上升了13.2 顯然 政府不是沒有花錢 只是說效果不好 那麼 時間到 好 我覺得我在裡面開始講 我以這個我在台北市的經驗 其實 人民發生車禍的時候 他不會去怪政府 他常常會認為自己運氣不好 不過以我們實際的日子 有一次我們在仰德大道出了車禍 那一次就撞死四個人 後來我就要求我們的交通局 針對仰德大道去做個研究 就發現五年有700次車禍 那將來經過五個月的這個整理 你知道包括交通耗製什麼再弄一弄 第二年同期的時間 再檢查一遍 我們車禍傷亡人數下降了60% 後來我跟我們的交通局在講 我說仰德大道每年都有文化大學學生在上面發生車禍死亡 那如果我們早一點去做這個計畫 是不是可以避免很多遺憾 所以結論是這樣 政府不是沒有花錢 但是覺得政府應當更注重統計數字 然後做一些基礎的工作 真正把道路的交通安全提升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認為是這樣 交通安全不應當只是個口號 不應當只是個願景 它應當是一個可以讓人民真正可以感受到的安全 所以結論是這樣 政治的核心還是執行力 我也希望說 我想不會有人希望車禍增加 但是希望大家願意 包括政府 花更多的力氣去把它做好一點 好就是這樣 我們只是表達說 希望政府可以做得更好的意見 好 謝謝大家 來 那接下來呢 我們請我們民眾黨的代表 來一起簽署行任宣言 在這一邊 我們這邊 我先幫你們擦好了 好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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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柯主席 率領台灣民眾黨的團隊 一同在台上 也邀請呢 大家跟簽署好的台灣行人宣言 來一張合影 好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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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師傭 爭